当地时间21号下午 正在孟加拉国访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来到孟加拉国南北大学 孔子学院参观 并为该学院的孔子校揭幕 南北大学校园内 中孟友好的热烈气氛随处可见 在孟加拉国新闻部长伊努等陪同下 李长春观看了 学院发展情况图片展 学院学生 我心中的中国绘画展 走进正在教授汉语 中国茶艺和简纸编结的课堂 与孟加拉国学生亲切互动 为他们讲解汉字的奥妙 解释中国简纸艺术的意趣 李长春告诉学生们 他很喜欢孟加拉国 这个美丽的国度 和勤劳的孟加拉国人民 鼓励学生们探寻语言规律 努力学好中文 将来成为中孟友好的使者 为促进中孟友好务实合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长春表示 人文交流是深化两国交往的基础和先导 快速发展的中孟人文交流 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还宣布 中国政府将大幅度增加 孟加拉国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名额 随后李长春步入学院礼堂 与伊努部长一同为孔子像揭幕 孔子学院的学生们还表演了 展现他们学习成果的特色节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连 中孟两个文明古国之间 延免两千多年的悠久交往 在今天 在这里又有了既往开来的新传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